韩国瑜昨天在晚上的民主学校 他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他说他已经连续40多天了 主持院会之后 他感受到民主实在是太可贵了 尤其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今天下午的时候 有几位民进党立委跑来跟他抗议 议事的过程 我们都能够理性的对话 在过去他是没有办法想象有这种情况 他说了 当时他35岁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基本上一场上都是打架 嘶吼 他从来没有想到 原来立委之间还可以理性对话 所以他讲了 如果他今天没有坐上院长这个位子 从高度去看的话 思想未必会成熟 他提醒所有的年轻人 你要有一颗复杂的脑袋 但是要一颗单纯的心 不要忘记你的理想 不要忘记你的初衷 好那他就提到了 有几位民进党立委跟他抗议议事 那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好那我们就回到昨天下午了 那昨天下午呢 其实两点半开始左右呢 是经济组的质询 开始要来质询这些行政官员了 那没想到呢 唱名了第一个罗明才 没有来之后呢 因为罗明才突然改为是书面 口头改为书面 他就开始唱名 唱其他后面的登记 要质询的这些立委大人们 但是呢 整个议场上完全没有立法委员在 就只有行政官员列好 准备要来质询这样子 被寻这样 那唱完了啊 结果人都没到之后呢 那韩国瑜就直接宣布 直接休息了 就没想到这个消息呢 一传回本来要质询的 民进党跟国民党的立委们呢 知道消息之后呢 赶快手刀跑到现场 但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院长已经宣布休会了 这时候民进党的立委很生气啊 认为我的执行权怎么会被剥夺呢 你怎么可以跳号呢 所以就直接杀到了院长的办公室 要去抗议 说你要把我的执行权还回来啊 好 那就讲了 民进党的人怎么讲 批评啊 韩国瑜呢 以前是不质询的 以为大家跟他一样吗 还有韩国瑜呢 唱完名之后呢 转身就走 是不是你后面有行程 你想要喝酒啊 真的是有如民进党这样讲吗 好 还有一个林楚音 我们先把林楚音讲完 我们再讲 他说韩国瑜 你是要逼我赶上质询 跳楼吗 我的研究是在八楼耶 即便是有15秒的时间 我跳楼也来不及啊 所以民进党的反弹是很大 不过你看一下 立法院的组织 章程跟议会的规定 就是这样啊 因为你不在 所以我唱完名 三次之后 唱完唱完唱完 没有人嘛 所以呢 院长是的确可以有权宣布休息的 好那我们来看到 前副院长 蔡奇昌怎么讲 他说了 他觉得他最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呢 应该是直接先喊休息 休息之后呢 再去立刻通知委员 保障他们后面的质询权 毕竟韩国院长呢 这一招如果可以用 那过去民进党 只要每次质询的时候 只要安排党内的委员 说现场要改名书面的话呢 由院长和我就开始 把后面的名字快速念过 如果当时这样搞的话呢 国民党也一定会生气呀 那有人就讲啦 其实不是这样吧 因为你们好像把方便 已经是当成了随便了 以前变成是有点通融的意思嘛 所以呢 采用上刚刚蔡奇昌所讲的 他们通常会先喊休息 然后等下再通知委员 但一般来讲 你今天就是要来直询 你本来就是要提早到现场 做好位置 然后等到你的时间来 然后才开始你嘛 那么怎么会现在变成说 我在休息室 等到我时间快到了 我再来呢 那错过了 那不是本来就是你的问题吗 还有人讲啦 像是 当然不只是 民进党立委 没有办法直询 国民党也是啊 图全级 他也是赶不到现场 办公室主任 还因此紧张到 赶到现场还摔了一招 不过他告诉大家 以议事规则来看 韩国瑜院长的处置方式 是没有做错的哦 但是他们还是希望 可以把它补回来 因为他们还是想要来直询 那时事评论员呢 罗旺哲 他怎么看 要直询的立委 本身就应该要在一场待命嘛 韩国瑜呢 从现在开始 正在悄悄的改变立法院 用行动直接戳破 长年的漏袭 从现在开始呢 所有人都应该要 皮绷紧一点才行 又必须回到了 给你方便 你不能够当随便 现在只是 回到原本的正轨上面去 而不是你们以前 比较松散的情况 那现在呢 刚刚还 经过了三党协商嘛 看看后续 如何来补 不过 蓝营立委 还是要告诉民进党这句话 说 韩国瑜在昨天的处置方式 一点都没错 15号立法院大院质询 却出现 突发状况 因为民进党立委 陈廷飞团改为 书面质询 导致后面立委 全都赶不及 质询提前结束 但没想到立委 气氛的堵在 韩国瑜办公室外 怒呛质询 全被没收 但栏尾火大回击 认为按照立法院 议事规则 第29条第二项规定 超名三次没到 就视同弃权 陈廷飞委员 临时改成书面质询 那接下来就一连串 一个火车全部开过去 在立法院议事规则当中 确实是如此规定的 韩国瑜 以法办事 却被误导 是烂权 栏尾声援 韩院长 请问民进党 过去八年 提出最多书面质询 跟缩短 议事质询的时间 大多数几乎都是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你们哪里有尊重到民意 当事人陈廷飞 咬示韩国瑜早上 要接到外宾 才害得他 不得不改为书面质询 但韩国瑜办公室 也打脸说 韩国瑜早上 根本没令牌行程 韩国瑜做的 从头到尾都没有错 民进党立委 无处不黑 韩国瑜 哪怕心已经看腻了 也不认同 不要做了这么多年 立法委员 还不了解 议事规则跟规范 可能会被人家笑 韩国瑜也释出善意 表示愿意再召开三党协商 寻求补救方干 我是民国81年当立委 那个时候 打架吵架 没有停过 但是今天走到这里 包括今天 好几个民进党立委 来跟我抗议什么意思 我们都能够理性对话 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40多天来 主持这个院会 我突然有个感觉 这个民主太了不起了 真的是太可贵 韩国瑜上任 立法院长40多天 不但主持议事风格独特 事事也亲类亲鬼 甚至连立院电梯 都亲自去视察 而即使碰上不少挑战 但西敏的危机处理 也展现政治智慧 记者信用罗徐国豪 SNS小组台北报道 好 新闻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 在昨天下午的立法院的话题 延烧到现在 到底谁对谁错呢 好 当时是在下午的时候 是经济组要来质询 结果呢 发现怎么人都没有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呢 其实排名第一个 应该是陈廷飞 不过陈廷飞呢 他告诉大家 其实他在议事处 在12点之前呢 就已经告知了 他说他已经要改成书面了 那他的理由是呢 因为他接到议事处的说 韩国瑜院长 因为要接待外宾 所以呢就没有时间 所以他才想说 好啊 那既然我会没有办法的话呢 那我就改成书面就好了 所以他12点之前就已经先改了 不但后面被打脸了 韩国瑜有讲说 他没有啊 他昨天一整天 其实都在议会里面 都在院会里面 并没有离开 所以陈廷飞的话 马上被打脸 那也就是由于呢 陈廷飞 先是改了 从口头报告 改成了书面报告 然后钟嘉宾呢 也是把书面 把口头报告 改成书面报告 所以呢 也让罗明才也是一样嘛 来不及到场 他也是赶快 改成的是 口头变成书面报告 也就是因为 有的人临时改了 之后呢 让后面的人 其实就没有 即刻可以来到议会 就导致呢 韩国瑜在现场 唱名了三次 每个人都唱名三次嘛 发现所有人都没到 所以在五分钟之后呢 随即就宣布 收工 宣布要结束会议了 就后面赶到的人 像是洪生汉等人 还有赖会员啦 以及邱志伟 后续赶到现场 发现 不是该我质询吗 怎么现在已经收会 没有了 那我质询权被没收了 就很气 所以就跑到了 这个院长的办公室 来去跟他讨论一下 到底可以怎么样补偿 后面还给我们 那有人就讲了 民进党的立委讲了 说议会的主持方式 不是这样吧 按照惯例呢 如果人没到的话 通常会先休息一下 然后呢 再派议事组的人 去立委的办公室 通知他们 该你呢 你赶快来到现场 所以他认为 你应该喊休息啊 你不应该直接就喊咖啊 但是我们来看 昨天的 整个的议场 空无一人啊 你本来就应该要提前到 这边standby的嘛 但是你看他画面 很清楚吧 完全没有人 一个人都没有 有人说啊 昨天下午 就是韩国瑜 一个人的江湖 只有他在主持这样子 51个立委派一个到场 都很难吗 好 来看到实质评论员 黄昂明怎么讲 他说啊 以前碰到这种状况 过去的院长呢 都会先喊休息 让立委赶过去 这是给人方便 但现在呢 正常的做法 就不是嘛 正常的做法就是 你必须要提前到 那你不到院长 喊过去之后 都没有人 那当然就收回了 所以呢 立委的抗议呢 凸显以前立法院 给人家方便 现在被当随便的 一个荒谬场景 好那徐晓星怎么讲 如果韩国院长呢 喊休息啊 这些人是不是 你又要讲了 那是不是韩国语 喊休息你要偷懒呢 两点半的时候呢 院长按照议事规则开会 绿营持客摩 又在那边叽叽歪歪 难道是一群绿色巨鹰吗 那游书卫怎么讲 这些是大立委 还是小学生啊 上课要人家提醒吗 若前面一位突然没有来 或是质询提前结束 这都可能造成 时间上的变动 明代你要自己掌握啊 hashtag 不是把开会质询 当成明星上台表演 掐点上场 不是你压线啊 你把所有的行政官员 都晾在旁边等着你 怎么样 是上对下的关系吗 好那亮哥怎么讲呢 他说啊 质询的立委 本来就应该要提前到会场 韩国瑜的做法 完全是没有错的哦 就是继续按照 议事的流程走下来 就只能说啊 以前人家给你方便 你把人家当随便 好这就是目前 帮你还原一下 昨天的状况 那进一步 我们就来了解 当时的情况是如何 当天在礼拜五的时候 我11点40分 就已经抵达了议事厅 这位议事人员 走到我的位置 直接跟我说 委员不好意思 因为韩国瑜院长 中午要接待外宾 所以我不能咨询 要等到下午两点半才能开始 韩国瑜院长 如果你没有跟议事主说 你12点要离开 那么谁有雄心抱子胆 请你有担当一点 不要把责任推给议事人员 周万来有事实的去提醒 这个韩国瑜 但是韩国瑜还是自自不理 韩国瑜不熟 又不接受建议 韩国瑜属于管理吧 议事人员的怠惰 他应该一个 他知道陈景飞改出面 应该赶快电话通知 所有后面的律法委员 要直接的律法委员 这是他应该做的 国务区这种执行也是一样 都是一个一个订 议事人员都会有订场 然后一个一个打电话 即便快到晚会通知你 可以赶快进场 韩国瑜院长对于这个 议事人员国务区的处理 都不是很熟悉 那当然他就一路就把他跳过去 所以这个有值得感谢的地方 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韩国瑜是也讲说 要找朝野党员来谈 昨天也电话通知 大概明天就会朝野协商 所以朝野党在让他这些 议委服务他的职心权 非常大 他这应该是共同的方向 绿营故意这样子借题发挥 是不是过去舒适圈待太久了 所以便宜行事以为习以为常的 惯例都陋习都可以变成是常规 再者我们更重要的是 绿营真的是想要质询吗 有把30分钟自己缩减为15分钟 自我阉割 就是对于行政机关的一个放水 新党政府过去放水习惯了 到现在第11届新会期新国会新民意 真的应该要把过去的漏息 好好的收拾起来了 不要再便宜行事 或者是认为方便当成是随便 我想这绝对不是一个新国会 应该有的一个惯例以及常态 太阳心全校客废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缺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